主委 主委好,首先恭喜你 擔任我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 主委一職 那麼我要告訴你的 NCC當時 成立有成立的宗旨跟它一定的功能 我多麼希望說 NCC是本於你的職權範圍內 認真努力的去執行 法律做給你的權利 你一定要依法去執行 但是就沒有 法律的許可範圍 不是你管的 其實也就不要管太多 我現在提幾個例子講 在你的報告裡面 我想剛才 大家都有一致的 這個共識就是 NCC必須是 公平客觀公正 主委你同意嗎 同意 那麼幾天前 那一個 地下電台他們的抗爭 主委你有沒有去了解他們的心聲 有 那麼這些問題 我知道一些 是 好 那麼我現在要告訴你 所以我在你的報告裡面 譬如說你第這個十六頁 還有第十八頁裡面 我想主委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強化取地非法廣播電台的施政計畫 強化 強化取地非法廣播電台 這個是你的職權 但是 這個電台 是合法非法 非法你就要取地 但是 但是就他的內容部分 我想主委 你說 這個他們 查機販賣 偽裂藥 取地不法的宣傳 這些齁 其實NCC怎麼知道什麼是偽藥 什麼是這個 取地不法的宣傳 這個是NCC的職權嗎 是 偽藥是你的職權嗎 不是 報告 那個報告委員 那個 這個部分是衛生署的職權 好 那我們是配合衛生署的 是的 除非是衛生署有告訴你 說他們賣的是偽藥 然後你根據這個去 去做處理 但是其實 非法電台 他就是賣偽藥 還有其他種種的 只要他是非法的 儘管他沒有賣味藥 你也要去 你也要去查處對不對 只要是非法的啊 不是賣味藥 你也要去查處啊 對不對 所以我想 你的內容 不是這一些啊 你講的應該不是這一些啦 講那麼多 其實 很多 我剛剛講的 你的職權內 你應該盡錢去發揮 但是不是你的職權 你也不要勞過去 然後 第18頁 講到 減少不當利用言論自由權限 任意發表不使言論 影響國家及社會 安定發展 這個現在這個時候 還有減少不當利用言論自由的權限 這個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你會違憲耶 現在言論自由的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啦 沒有這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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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呢 這個報告還在 欸 對不起委員 這個部分 我請他們先去查看一下 不知道寫在哪裡 這個是你 你的業務 這個是你們的啊 沒關係 那個委員容我解釋一下好嗎 容我解釋一下好嗎 我現在跟你講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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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去執行就好了 怎麼講那麼多呢 對不起 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讓地方的去處來講一下 他們這個 對於地下電台的部分 如果這樣的話 那個我們 NCC又回復到以前戒嚴時取了是不是 是 基本上 取締非法電台 目前在行政是有個工作小組 但就NCC本身而言 我們只針對 是不是非法 那非法電台只要干擾 我們取證 干擾到 合法電台的電波 沒有錯 你是取締非法的電台 但是 我剛剛講 你的報告裡面 剛才我講的 都不是你們的範圍啊 這個都 你們 NCC 你們自己的職權 自己的 這一個 能夠執行的範圍 在什麼界線 你們自己不知道嗎 是 我們就我們的立場 就只針對非法電台來做取締 那目前跟委員報告 整個 全國的非法電台 也只剩下四台 那已經 給你們 這個 抄到沒有了 你們的功能很彰顯 但是 如果非法的 那我們也依法有去查 但是 我就怕你們啊 你們用這個 這個 用這個言論自由來牽制人家 用這個 會對國家造成社會 安定 繁榮造成影響 用這個啊 你這個 簡直是回復到 戒嚴時期了 這種字眼 是不應該在你的報告裡面的了 是 這個 報告委員 關於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大概在這個 言論自由方面 是百分之百尊重 所以 特別是關於這個部分 我們在節目內容方面的那個部分 其實是採取事後審查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 所以 你們 你們要去檢討 是 我們會回去檢討 謝謝 那第二個我要請教 主委 我 陸陸續續聽到一些風聲啊 說 中國 中資啊 有意的 要來購買我們國內的電視台 你有沒有聽說 沒有 沒有聽說 那你這個主委 你真的你要認真 我有聽說 他們有去運作 要收購我們國內的電視台 以中國這幾年的經濟發展 他要把我們國內這些電視台全部買去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 這絕對可能的 之前 你在我們跟你資格審查的時候 我曾經請教過你啊 中資算不算外資啊 他可不可以來國內的媒體啊 你說不行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另外有兩岸的條例 對於港澳跟這個大陸有另外的規範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比較嚴格的 更嚴格才對嘛 對非常嚴格 所以你要嚴格把關啊 是 那如果說國內有任何一家電視台 被買走的話 你就要下台了 另外齁 我請教第三點 現在你要開放我們11T 11T制這個調平廣播的執照 對不對齁 我想過去齁 過去我們就是太封閉 而且不僅封閉啊 是有點專制啊 因為你要知道 地下電台為什麼那麼容易 他就可以取得到頻道 那證明說 這些頻道其實還很多啦 所以他們很容易 就可以找一個頻道 然後就可以 這個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齁 沒有經過法律的允許 他就可以 可以從事這些廣播的行為嘛 對不對 所以證明很多嘛 所以我們應該齁 這個適度的釋放 這個是我們使用者的權利 也是國家的一個資源 你沒有必要做這麼大的一個維護 齁 我們不是專制的國家 主委 是 報告委員 這個其實地下電台的部分 在我這個來NCC之前 我有去中南部自己做研究過 其實我非常關心地下電台的整個生態 跟他們的發展 因為我知道其實地下電台在某一方面 其實是對整個社區的民眾 或者地方的民眾是有貢獻的 因為特別是對於一些老人家 還有農村的地方 這點我其實相當肯定 那麼但是在這個偽裂藥的部分呢 因為是涉及到違反這個相關的 議事法藥事法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所以是依照法律規定來做這個方面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其實採取的方式是一個 導進監視的方式 其實我們也希望 能夠服務地區的民眾 特別是小功率電台的這個開放 視照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他們有一部分 其實是他們真的想要為鄉親服務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是非常肯定的 而且我們也希望能夠輔導他們 能夠朝著一個這個比較好的方向去發展 然後也希望協助他們 提升他們那個經營管理的這個能力 將來他們其實能夠很正常地來營運的話 其實對整個國家都是有福氣的 這些地下電台 他們長期能夠經營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是掌用相當多的這個頻道 只是沒釋放出去 給他們有太多的機會了 第二個 你要知道這些地下電台 其實是我們很多鄉下老百姓 他們賴以為生 可以說他們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隨便把他們取締掉 真的對他們來講也是他們的權力受損 對他們來講哪一個電台是合法的非法 他根本不知道啊 但是他長期以來 卻是使用 享受那種電台 給他們帶來一些娛樂 生活上的一個慰藉 對不對 你突然間全部抄到沒有的時候 對這些老百姓 事實上也是一個這個不公平啊 那你應該 據你剛剛講的 輔導他們 如何從非法 走上合法 輔導他們才對 而不是給他們種種的限制 是 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的 對 那 對我們剛才 對不起委員 抱歉啊 那個我們其實 因為最近剛才有報告 在北州南區都有在跟他們上課 有在輔導他們 而且他們有相當多數 像南區那邊有三分之二 你今天預算要解凍 我想無非是推動這些業務嘛 我們也樂觀其成嘛 但是 你最好是趕快做 給他們輔導他們合法 恢復他們的 這一個功能 讓我們很多 這一些鄉下老百姓 他們能夠生活上 有一個慰藉對不對 第三個 你講到管理這些電磁波 其實電磁波是文明的產物 那你要 如何讓民眾去 認識他 然後以他共處 而不是天天在抗爭 是 我現在講的 這個 這基地台的設立 我們現在常常碰到的 現在 我要告訴你 其實高鐵是做的最不好的一個 高鐵 他的這個電話裡面 用一個固網的系統 那沒有其他家介入 給人家很大的不便 還有高鐵裡面 你應該要告訴他 我已經建議他們 他們都到現在 因為他到底跟誰合作 他把這個資源掌握著 他在手上 結果他就不釋放出來 譬如說我們經過隧道 行動電話都不通 人家講到一半 一進入隧道以後 電話就不通了 這個給使用者 給我們非常大的一個不方便 但是這麼久了 我們還沒有 你怎麼管理的基地台 可不可以請紀管處的處長來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委員關心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了解 語音數據的話 有些地方品質不好 那我們這個目前都在積極 要求業者全力配合 他們在建基地台的話 能夠把這些涵蓋補起來 謝謝 好 加油 是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郭忠祐